同样狂轰11比1 陈梦林高远到底谁的含金量更高呢 其实结果已经浮现了 中国国拼结束了世界杯的半决赛大战 今日将会是决赛 马龙对林高远孙颖沙大战王曼玉 而这次在晋级的路上 半决赛当中是打出了两局的11比1 陈梦打孙颖沙打了一个11比1 林高远打掌本之和打了个11比1 那么同样是11比1 到底是哪一局的含金量要更高一点 其实是非常清晰的 很简单的一个对比 首先陈梦打孙颖沙那局11比1是在第4局 就这局比赛陈梦拿下双方是2比2平 无非是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而当时林高远打掌本之和 那是在决胜局 就是已经3比0领先 这是把掌本之和打回家的一局 陈梦那局就算输了 他也没有结束比赛 双方还得继续打 求胜欲望是没有那么强的 而张本之和当时是在背水一战 拼了命的想赢一局 避免被林高远4比0横扫 是他的回家局被打了11比1 这个重要性含金量一目了然 显然是林高远这一局要更重要一点 其次陈梦打的是内战 林高远打的是外战 说白了就是陈梦和孙颖沙 大家都天天在一块 就像莎莎说的一样 就彼此之间都非常了解 就知道你的球路 专门针对你研究你的话 有可能有一局是爆翻拿下这个比分 但是林高远的这个11比1 是实打实打的外战 打的张本之和 这是不一样的呀 就你打外战你赢的话 是很振奋士气的 这也是为什么场边看台上 王后在狂笑 然后樊震东和梁静坤都笑出声了 镜头给到过他们 当时他们非常开心 因为他们知道 林高远这个11比1很重要 然后最后一点是在于什么 陈梦你打孙颖沙11比1 他对于大局没有影响 因为陈梦输了 林高远打11比1 他赢了 陈梦这个11比1 不会影响到孙颖沙的任何的心态 因为他后面 你看莎莎 第五局第六局都是落后翻牌 说明没有受到影响 而林高远这个11比1 有可能被打出来之后 就道心破碎了 甚至影响到他的奥运会成绩 他一想他被国平的主力选手 直接暴揍了个11比1 心态就炸了 这一对比的话 显然林高远这个比赛 这个比分对于张本志和其他杀人诛心的效果 是更加明显 虽然说都打了11比1 但是你得说 这个含金亮还得是林高远这一场